大家能想到的 那個基金裏面的大佬 他說 Miles 我現在我準備80億美元 我來支持這個反共 80億美元 這是我聽到的美國最有錢人 最直接的 就是80億美元 他說我告訴你為什麼 我觀察你們爆料革命整整兩年 從這個馬雲的事 海航的事 我們對你的爆料革命更加信任 更加尊重 然後呢 他所有的人就是我原來說過他到中國去 跟中國的那些官員接觸以後了解了中國的瘋狂 特別是區塊鏈以後 中共在所謂的忠於區塊鏈 還有立這個數碼法 哇 他震撼了 他震撼了 剛才我才知道 他是聊了更多的幾個老闆 所以那天他最後一分鐘不要見我來了 我跟那些大佬一人佔群雄啊 跟他PK 哇塞 有超級牛叉的人竟然跟我說什麼 共產黨滅了 中國誰能控制中國呀 你將是最大的罪犯 然後竟然跟我說 Miles 你在說什麼呀 你不要包卸的啦 共產黨要滅啊 那是五年以後的事兒 哈哈 哇塞 非常的猛啊 你們不知道我每天過的日子 那方面你們從來看不到啊 我這將近六個小時 我這一個人佔他們啊 佔得很猛烈 很猛烈 很猛烈 這非常非常棒 然後那晚餐又佔幾個人 佔另外一波人 哇塞 這波人也瘋狂啊 其中一個人說 我有80億美元 我準備好支持你爆料革命 就是因為他看到了共產黨的瘋狂 看到共產黨的香港的瘋狂 看到共產黨的新疆的瘋狂 和西藏人的悲慘 還有他讓他看到 共產黨在美國幹的事兒 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人要給我捐款 這是這個人給我先電話說 後來我單獨說 他的最大的 他是我可以告訴你 2012選舉最關鍵人之一 最關鍵人之一 這個人是了不得的 這個人真的是 這個讓我很驚訝 他這個表情很驚訝 我說你給我80億美元 幹麻啊 我們幹麻啊 不需要你80億美元 人家給他80億美元幹啥去 我說我們不需要你80億美元 說實在話 你給我80億美元 我們法治基金真不要 你要這幹嘛80億美元? 我沒辦法拿你錢就分給人家去 然後他說 Miles 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 你為什麼你需要錢? 組建一個軍隊 共產黨他說不會散發干優的 你們要組建一個軍隊 合法的軍隊 我說對不起 我說我不想碰任何這些事兒 但是這個人在技術上未來 我相信是6G 他是6G的絕對改變 他是世界上社交媒體的幾個大的影響人物 革命人物 他下一步他說他6G 他說可能會超出咱想像的快到來 而且呢 這個告訴我今天那個秘密 把我給嚇傻了 他說你知道比特幣的故事嗎? 我說我知道一點點 他講了簡單的比特幣和共產黨這些家族的事兒 他說我告訴你 Miles 共產黨的要挨一腳的是大個外部 暗網 今年5萬億的交易 5萬億美元 和共產黨在海外的操作股市的這些所有的公司和錢的前來前往 還有暗網的比特幣 這哥們兒不簡單啊 80億美元的 合力新疆未來沒有信心的 哪個大 哪個重要? 我可以告訴你 80億美元的這個人 他一個人的力量就快盯你新疆去了 他這種滅共的決心 那哪是你想像的呀? 他完全是不需要錢的 他也不需要政治 可以說是他2016年總統大選這個最關鍵的時候 特別重要的他告訴我 他說你知道軍方的很多人是不能表態的 他本身他做很多技術是服務軍方的 他說過去和軍方聊共產黨的時候 他說應該說一半一半 甚至有時候認為共產黨 治共黨的大概一半還多 但是現在那絕對不是了 他說如果敢說你要敢挺共產黨 說你支持共產黨 那你完蛋了 那他說你就沒有生存的空間了 他認為爆料革命最大的是讓美國人認識到共產黨的密切 這是絕對的 他認為是最大的功勞 這是他認為美國人應該支持我們爆料革命 要支持我們爆料革命的原因 進行 我們想要注意一下 什麼 那我可以說